你干嘛 这可是女工宿舍 我就是要到女工宿舍来 你个大男人 来女生宿舍干嘛 姑娘你别误会 我是公司新来的领导 我来女工宿舍 就是想问问大家 有没有什么需求 您就是领导啊 那您可得给我们做主啊 这里的环节实在是太差了 电暖气也没有 洗澡间也没有 就连上个厕所 都得排十几分钟的队 是啊 她都生病好几天了 都不让她休息 姑娘你别着急 一会儿我就安排人 送你去医院 这位姑娘 你还有没有什么需求啊 李总 这环节实在太差了 我们您可不要用20%的工资 我们也要集体走人 就是 就是 这20%的工资 又是怎么回事啊 白经理知道这环境差 说只给我们80%的工资 剩下的20% 说年底才给我们 是啊老板 要不是为了拿那20%的工资 我们早就都走了 行 你们先不要着急 我马上去给你们处理这些事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李总 已经怎么来了 白经理 我刚才去咱们员工宿舍转了转 我很痛心 咱们员工的生活条件 怎么可以那么脏 那么乱 那么差 李 李总 停 白经理 你看看你这大办公室 大办公桌 大沙发 大茶几 还有心情咬鱼 你是不是只顾着自己享受了 你再回过头看看那些工人 两个人住在一个不足四平米的小屋子里 上厕所都要排十几分钟的队 你的良心都不会痛吗 李总 那我不是为了节约成本和开支吗 好 就算你为公司好 那他们生病了 为什么不让休息 你为什么不领他们去看病 你就没有兄弟姐妹吗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还有最重要的是 你为什么只给他们发百分之八十的工资 剩下的百分之二十呢 被你探污了吗 李总 我是领导 我不是慈善家 我也有我的难处啊 员工不需要你做慈善 也不需要你相爱心 他挣多少钱 你给他多少钱不就行了吗 站住 你现在立刻 马上去把你拖下的所有工资给我结清 还有他们提的所有需求 你全部给我落实 我告诉你 人在做天在看 人这一辈子丢什么都不能丢良心 问我什么都不能问我善良 你回家 跟我放行 我只有一身谈端 和岁月刻的伤 把一次刺在胸膛 在最高处收获 我肯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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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肯成人